第一反映是什么呢 折叠一本书 3DS游戏机 带折叠屏的数码相机 便携式的笔记本电脑 还是索尼的 Tablet P 哇 awesome beautiful 可能大家对于折叠屏 第一次的全面了解 应该就是从刚才的英文单词开始的 这一句awesome 第一次把折叠屏幕以如此广泛的形式 带入到了大家的眼前 那在随后的时间里面 以三星摩托罗拉 华为为首的等等的一些手机厂商 陆续发布了很多的折叠屏的设备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折叠屏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延伸出来的呢 早在2010年2011年的时候 也就是距现在已经9年10年前了 索尼就已经有了初代折叠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手中的这一部Tablet P的这样的一部平板电脑 实际发布的时间是2012年年初的时候 但实际上它的立项根据网上找到的资料 应该是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间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其实关于这一部Android的平板的资料在网上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那从仅有的一些当年12年的一些数码的频道 科技频道的测评中来看的话 那在这一款Tablet P之前呢 它还有两代原型机 那它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原型机 其实有点像当年的文曲型电子词典 还有人天堂的NDS那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在短短的很短很短的时间内 这一部平板电脑就算是销声匿迹了 那其实现在的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设备 我觉得90%的人应该都没有听说 如果你跟我一样在2012年的时候 就知道这一部平板电脑的话 那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 但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知道这一部东西的存在 那2012年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我那个时候上高二 那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喜欢数码的人 那当我第一次在杂志上 还有一些论坛上看到这一部设备的时候 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像是 从未来科幻穿越而来的 它的整体外形的设计 根据索尼自己的官方人员的话说 这个是叫做书卷设计 意思就是说把一本书卷起来 然后就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它的厚度其实挺厚的 已经超过了两厘米 那它其实是有两块5.5英寸的屏幕构成 那单块屏幕的分辨率是1024x480 那其实上手的观感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 那我手中的这一台 它现在搭载的是一个安卓4.0的版本 可能很多小伙伴对于安卓2 安卓3 安卓4代17的早期产品 可能印象并不是那么很深刻 那安卓4.0实际上是由安卓3.0演化而来的 安卓3.0不是一个手机系统 它是一个平板系统 那安卓3.0其实并没有被广泛的投入使用 那这一部的安卓4.0就是在3.0的基础上 然后索尼根据它双屏的特性 对它进行了一些单独的优化 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状态 其实它的外形设计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像现在还没有发布的PS5 其实由此可见 索尼的设计还是有它自己的设计语言 是一脉相承价来的 那这一部东西是我多少钱买的呢 其实我花了200多块钱从咸鱼逃 在武能找到的这一个价格范围内 这应该是橙色最好的一部了 它采用了正反面都可以打开了一个设计 正面打开可以插电话卡 背面打开可以把电池拔出来 是一个可更换的电池 电池容量是3080毫安 可以插一张外置的TF卡进去 那它的续航时间相对于手机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续航 如果它是一个全新状态的话 那8到10个小时的连续播放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据说这一部设备的设计初衷 是为了更方便的去阅读书籍 那其实我用浏览器去尝试了一下 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但是因为它是安卓4.0 所以说只能支持2012年 2013年的浏览器 往后的所有版本都不支持 我试过其他的浏览器 会出现一个没有办法 屏幕旋转的状况 是很影响体验的 那使用谷歌浏览器之后 那它观看网页的时候是横向拿制 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 很奇妙的观感体验 那我也尝试用它来看了一下书 但是它给我带来的结果 几乎是灾难性的阅读体验 那如果它想要标称 它是一部适合看书的机器的话 那我们看书的时候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但实际上 如果你用竖屏来阅读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 因为它的两块屏幕 其实并不能够真正作为 两块单独的屏幕进行使用 那你观看的时候 实际上是横排的 那中间有巨大的黑线 把你的文字阻断 那你看起来 实际看起来是 一种很一言难尽的感觉 那我想 不会有人真的去拿这个东西 竖起来去看书吧 那横屏来看的话 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既然都已经横屏看了 而且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体积 那为什么我不用一个 拼买电脑呢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 其实当我第一次 拿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想法 那它是不是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模拟器来使用呢 下面是这样的一个 虚拟手感 上面是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但实际上很遗憾 我买到的这一部呢 它的内存卡插槽坏了 那这一个机器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它如果不插内存卡的话 它是不能够往其中拷贝东西 也不能玩大型游戏 甚至模拟器的游戏也不能玩 但是我去了解一下它的配置 它的配置是当年的英伟达的Jegra的一个双核1赫兹的处理器 那这一个处理器其实 也并没有办法去玩什么模拟器的游戏 最多可以去跑一跑JBA的游戏 但如果你用这个东西去模拟JBA的话 我觉得又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 但如果我真的想玩这种模拟器的话 我直接去买一个 花200块钱买一个NDS不就行了吗 就会有一种多次一举的感觉 但是我很不甘心啊 我很想去体验一下 那双屏到底可不可以玩游戏 于是我就去下载了几个体积不大的安卓游戏 一个是粘年世界 一个是愤怒的小角 那实测这两款游戏在上面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全屏 完美全屏的状态 它其实有一个功能 在它的右下角点击一下 可以把单一屏幕给转换为全屏幕的显示 那玩这两个游戏的话 它的全屏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 如果放在2012年的话 是一种很奇妙的实用体验 那其实它自己也带了一些可以支持双屏的软件 比如说有一个照相软件它可以去套一些滤镜上去 也非常的有趣 上屏是拍照下屏是滤镜 也让我有一种双屏得以利用的感觉 那除此之外 它的这两块屏幕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 鸡肋 鸡肋 还是鸡肋 因为它的双屏设计 导致了它其实对于一些普通的软件 甚至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兼容性进去 会让你的实用操作体验大大折扣 不过我刚才说的这些对于它来讲真的有意义吗 其实并没有意义 它的发布时间是2012年 201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我之前刚刚做过的iPhone 4S 发布了iPhone 4S 苹果发布了iPad一代 大鄙视的大家还是一个刚刚从功能机步入到智能手机这样的一个领域 很多人甚至都还在使用带键盘的功能机 3.5英寸的安卓手机 一代安卓手机 但在当时忽然就出现了一个 两块5.5英寸屏幕组成的巨大设备 而且它折叠起来的体积 只像一个前加一样 那对当时的我来讲 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观念的冲击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未来科技 但是很可惜的是 索尼在随后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去 继续延续它这样的一个折叠屏幕的设计 那其实数码产品的发展每一代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那其实先有了翻盖手机 人们想把手机屏幕做得更大 同时又保留它的键盘 所以说出现了翻盖手机 之后又出现了笔记本电脑 因为传统的台式机又大又重 人们就会想去做更加精简的设备 那折叠的笔记本电脑就出现了 再往后智能手机的出现 直接把带有键盘的功能手机给直接给干掉了 再往后人们又不满足于智能手机越做越大 又想把智能手机变得更小 所以说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出现了 那也多亏了像之前这样的一些团队 在做这样不一样的尝试 才让我们现在的移动端的设备 有了更加百花齐放的趋势 让我再次找到了在我小的时候 看见眼花缭乱的诺基亚机型的时候 那样的一种感动在里面 好了这期的数码博物馆到这里